你愿不愿意与我一同远游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等等吧 我不想这么早就过去 主角 没有我 他们才会更开心吧 明明是我的生日 却没人来问问 我想不想要这么奢靡的宴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想不到我会说这样的话 你已经进宫两个月了吧 作为我的贴身侍女 你对自己的吃穿用度满意吗 跟你之前在外面做舞机比起来怎么样 是啊 宫外的生活 我完全无法跟宫内相提并论 今天这场宴会要持续一天一夜 比之前你在大殿上跳舞那次 还要盛大得多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期待 好 是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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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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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嗯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啊 叔父他确实很重视我的生日 这么豪华盛大的宴会 我都要承受不起了 我都要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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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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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身衣服是什么时候做的 这是为了承受不了 特意特意 我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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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别承受不了 跟我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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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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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你就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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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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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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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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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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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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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我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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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晚的月亮可真好看 你知道吗 我每天晚上都会从噩梦中惊醒 这个王公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家 而是一个战场 兄弟姐妹都不能够信任 至亲之人会视你为眼中钉 血脉连接的不是亲情 而是最深的恶意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生活在恐惧里 唯一渴望的只有活下来 权力自始至终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不必每天夜里都被恐惧包裹 我不想和反抗军争夺权力 我也没有能力去跟他们争抢什么 毕竟我只是个没什么用的傀儡 王朝大势已去 反抗军早晚都要上位 人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战争了 他们需要的是和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可惜 权力的纷争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万事难以两全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神啊 你将黑夜引导至白天 给予万物生命 赋予人类灵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尊贵的摄政王殿下 请您上前来 接受神的祝福 摄政王殿下 五官人等 不得进入大殿 摄政王殿下 王宫有内奸 反抗军 反抗军闯进王宫里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刚刚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侍从跑来报信 说反抗军闯进王宫里了 现在其他世卫都去抵律他们了 我来负责保护您的安全 摄政王殿下 法老 快跟我离开这里 神殿有后门 从后门离开 神殿有后门离开 救命 小道 皇叔 你igare拨勃 有后门离开 군论 神殿有后门离开 快来救我 semester Era 没有ſ离开 尸首王殿下 您快退到内殿 这个刺客就交给我来解决 祭司 祭司 快 带我去内殿 你们在干什么 快来保护我呀 尸首王殿下 快躲开 尸首王殿下 快躲开 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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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在这里站着干什么 不去外面抵御反抗军吗 你们也走吧 离开这里 祭司是神的使者 受人尊敬 他们不会为难你们的 法老 我们不会离开您的 愿者 不用谢 毕竟 我们是合作伙伴 现在 是不是轮到我了 怎么不回答我 现在 是不是轮到我了 反抗军的首领可没有这么善良 你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 杀死我 对吗 下个头 演戏 为什么这么说 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 我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哪怕这个人曾经救过你的命 害怕吗 我可没在你面前装目这样 刚刚只是一时兴起 试一试你罢了 还好 你没有打算背叛我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重视承诺的人 不知道是夸你执着好 还是说你太固执 我故意将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你 勾起你的同情心 又利用恩人的身份骗得你的信任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到现在还愿意帮我 只是因为我救了你一命吗 我的态度 我的态度 没关系 我怕你一直看不有办法 你不是在那时 你不希望看不下 你一年看不下 你要怎么负责 没想到啊 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懂我的人 竟然是我的敌人 他一定会被反抗君问责的 如果我逃走了 就说明你之前的判断有乎 你一定会被反抗君问责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对我这么有情有义 我可不能陷你于不利的境地 我不会逃走的 你不需要以这种方式报答我 我可以逃走的 醒醒 醒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多亏了你的情报 我们成功攻下了王公 你跟我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اور我们一起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더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它是法老吗 我们在宫里发现了一条眼镜蛇 它应该是使用毒蛇自杀的 眼镜蛇的毒液能在短时间内 夺走人的生命 而且没有痛苦 毫无生息 在宫里发现了一条眼镜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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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这本邮寄上 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事 我在想 要是我能亲眼看一看就好了 是啊 书上说在最靠近西边的绿洲 有一个小城镇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引游诗人和艺术家 我是好奇 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若是能每天欣赏这日出日落 悠闲的创作 大概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是吗 你总是会把别人认成我吗 看来我在你心里还是挺重要的 你怎么了 你 别哭了 我这不是还活着吗 我只是服用了假死的药物 看着像是中毒身亡而已 那是无毒的蛇药呢 做出来的假伤口 你不是也猜到了吗 殿内的祭司是我的人 他们检验尸体后 一致表示伤口与眼镜舌的齿痕吻合 反抗军的首领将我已经停止了呼吸 自然也没有过多怀疑 此后祭司们便将我的尸体调包 偷偷运出了城 我也不知道 其实一开始 我确实考虑过从蜜道逃走 但是那天看着你一箭刺入自己的肩头 我突然就不想这么做了 其实我现在能为自己证明 也不知百年千年后的人 究竟会怎么评判我 追求别人的认可 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的人生是否精彩 由我自己决定 再说 我的目标原本就是让这个腐朽的国度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不破不立 想要彻底改变 就需要一股全新的势力 而反抗军 刚好就是最佳选择 能帮他们走得更快一点 让人民早一点迎来和平 少一点死伤 我就心满意足了 哪有什么绝对的真实 你见过的每一种样子都是我的一部分 爱恶作剧的是我 人爱善良的是我 面对敌人冷酷无情的也是我 我早就习惯了用不同的态度 面对不同的人 毕竟只有伪装才能让我活下去 不过 没想到 我会遇到一个能透过层层伪装 看到我本心的人 好笑的是 这个人还是我的敌人 本来我以为 我对他只是惺惺相惜 没想到这半年 我却经常会想起他 我才发现 他对我来说如此特别 我以为你对我也是一样的 毕竟 你刚刚看到我活过来 激动的都哭出来了 没有吗 哦 那算了 是我自作多情了 也是 我一个落魄的逃犯 身份都见不得光 你是反抗军的大功臣 自然是看不上我的 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我们所期望的和平时代 已经到来 接下来 你愿不愿意 与我一同远游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一同远游 我一同远游 这么着急叫我回家 怎么了 我一同远游 我想要你为我喝葡萄酒 就像去年生日宴那样 什么嘛 刚才明明答应得那么爽快 原来是骗我的 原来是骗我的 其实我说的是用杯子 但是你要是想出了更好的方法 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 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嘛 我就是开个玩笑 不过 我真的有一个心愿 想要你帮我实现 我希望 我希望往后的每一天 都可以和你一起度过 虽然我以前是法老 看似众星捧月 但是从来没有人真心在意过我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不一样了 有你在 生活就好像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每一天都不会感到乏味 那 你愿意帮我实现这个心愿吗 是啊 我找人调整了一下 改成了我可以佩戴的大小 刚刚出门 就是去取这个手镯了 这手镯应该是一对吧 另一只你还留着吗 那你也拿出来戴上吧 这可是我们结缘的信物啊 看来 你对他印象格外深刻呀 也对 你每次给我戴的时候 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这是我让你再来带着了 很不质的 但是我还没做出这个材料 然后我自己来带着 我们来看 看来就在你身边的世界上 最后你但是用过来的 你还可以带着